516 只恒生组合指数成分股 施金净主动 最多的第一位 比亚迪股份3.8亿 有邦保险第二位2.9亿 第三位2.7亿的中国平安 头十位是两只升 比亚迪股份和中国移动 看看升跌幅 全部都不够 不是有一个 够5% 里宁 里宁 大跌9.14% 收市位 明显低的交跌平均价 不过主动买股比率不错 8.42 代表跌到54.05期间 一路跌 一路有买家入蚀数货 2.5倍显示 54.05和59.40之间 真实是激烈的 再看看主动买股比率 有65.35 有的 有的 35.65就没有了 有两只 第一只 是 中国平安 跌了1.649% 收市位 轻微高的加权平均价 就是 主动买股比率是非常配合上升动力的 全日低位47.15% 可以被视为即使重要支持位 另外一只就是 免矿能源171 跌了2.89% 收市位是 低于家庭平均价 主动买股比率是 极度配合上升动力的 即是 一路跌下来 但去到23.35% 之前 一路跌 一路跌 一路掃 掃得非常 这个掃的势头 是73.27% 是极度配合的 所以23.35% 应该是 短期的重要支持位 看看这两天 会不会 在下面 报收 略为跌穿少少 是可以的 因为跌势仍在 但最重要是收市位 不要低 看外的 这个的 专业中分析表 表现最好的是 中国移动 第二是 网易 第三是 比亚迪股份 我们就看 中国移动 收市是 报升 微升0.09% 收市位 略高的 加权平均价 主动买股比率是 远处配合 达52元 数上来的势头 比亚迪股份 收市是 升了0.67% 收市位 略低加权平均价 主动买股比率 不错 是显着配合 265.2 数上来的势头 还有 网易 是不是网易 记错 第2位 网易 没错 网易 未说的 网易 收市跌1.346% 收市位 略高加权平均价 即是说,$151元就扫上来的 亦都获得62-38的主动买股比率显存配合 再看,就是资金淨主动卖出 第一位的快手是1.3亿多万 第二位的8900万左右 就是信玥光学科技2382 又第三位美团是8100万左右 好了,后十位只有一只 歷史报上升,就是中国女业2600 它升了2.57% 收市位3.58,是高于加权平均的3.55 先死,主动买股比率就一样 不配合,42-58 即是显示3.63 前面质量的股盘也明显 然后,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升跌幅大的 有两只要说的 第一只是快手跌至7.44% 收市位低于加权平均价 而主动买股比率就未算配合下跌动力 还有一只跌至9.43% 天狱置业59号 收市位是比加权平均价低的 跌至9.43% 好厉害 主动买股比率,41-59 是配合下跌动力的 配合下跌动力是由1.07%跌来的 收市位是9.6% 低于加权平均价的1.03%